- 報劇閉鴨 - 報劇閉鴨 好,各位今次跟大家說The Boys The Boys 中文名叫什麼? 黑袍狗賊隊 原來第四季快上架了 一次過釋出了三集 然後每個星期更新 在第四季上架之前 第五季已經續訂了 也不意外 因為它算是Amazon的王牌之作 以Amazon來說,它也是一個串流平台 只不過是在香港來說 沒有Netflix,沒有D Plus 那些普及的 其實Amazon的電影還有一些好看 例如比較出名的有Richard 我覺得是一般 另外有一套我大推的 叫做The Devil's Hour 就是Doctor Who 十二叔 做主角,故事沒有第二季 整個故事超級完整 以Sci-Fi類別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看的 另外還有最近有說過的Fall Out 它算是似 Amazon會Polo 想成為下一套The Boys的王牌之作 剛才我打算說The Boys的時候 名字我撈了一會 我是想說The Homelander 如果你說The Boys這一套劇 都是每季有追 但我自己對它的感覺 並不是說我覺得超級正 和外國風間的風評有少少不同 外國的粉絲對這套劇 是黏迷到瘋狂了 而我不是 可能是暴力、喊血聲 和反英雄主義 可能他們那邊很敗 美國那邊 我純粹覺得有套劇給我看 你有多有趣 說說黑暗風格的東西 我就看 我覺得是重點錯了 你這套劇是說The Boys的 我感覺到你好像是想說 那群叫黑暴狗賊隊裡面的成員 他們的成員有什麼? 有Hewy 有Mother Milk 還有一群很奇怪的人 但那群我看了這麼多季 我完全不覺得他們是主角 而且你現在跟我說 一至三季隔了這麼久 我記得誰呢? 我記得The Seven的所有故事 但我完全不記得 我記得The Boys成員裡面做過什麼 如果對於一套劇集 叫The Boys來說 其實他也挺失敗的 我想他在Amazon 本身也沒有遇到 他竟然在這套劇裡 爆出的是Homelander 而不是男主角 先說明 The Boys的男主角 本身不是Homelander 而是誰呢? 就是忘記了 多恐怖 那個Karl Urban做的那個角色 叫什麼名字? 死火了 叫Bucha 而我自己印象比較深一點 就是每季都會有一個新的角色 是一個英雄的角色 雖然在電影裡面 他屬於Superheroes 但其實他是一個妄想的 第二季,Storm Front 我挺喜歡的 第三季,Soldier Boy 我都覺得很棒 我每季都會有這些位置 就是記住Superheroes 記住那季做過什麼 今次第四季看了他的 trailer 也有一個新的Superheroes 是一個女Heroes 我期待一下他跟Homelander 和The Boys之間 有什麼故事 不過我看他也是傾向 想玩一些政治正確的東西 看上一季說到Homelander 終於都好像暴露著壽性 當著所有民眾面前殘殺一個市民 但是因為社會局面已經很混亂的時候 市民看到也是晚餐 這個故事線應該就是第四季 他會發展的主線 當一個國家已經分裂了 兩批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士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去相處呢? 說一點個人感受就是 第四季 有些位置很硬硬的 就是 譬如我們的女主角 她叫Iran Moriarty 即是做Starlight的角色 如果你有留意 trailer 以及有留意花邊新聞 這個演員是整容整得傻了 是完全跟第一季的樣子不同了 當然演員就否認了 他的樣子五年間變殘變成這樣 其實我不太相信 我覺得看他有些令我想起Arrow裡的Katee Cassidy 即是做Laurel的角色 你會看到他整容的歷程 在不同季節的Arrow裡 做得好了還是做得差了呢? 很明顯是做得差了才會說 做得好了是不會說的 大家怎樣看? 如果有什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下 記得Like & Subscribe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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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